治疗肺气肿的特效药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呼吸科主人医师 没有特效药 咱们要看一下肺气肿的成因 其实它肺气肿分为很多种类型 包括咱们年纪大了 它会有一个老年性的肺气肿 还有比如说有一些某些病人 因为单侧肺 对侧肺就会有代常性的肺气肿 而我们临床上最多见的 就是阻塞性的肺气肿 是因为慢性阻塞性肺病 然后没有明显的好好的控制以后 出现了一个这种慢性阻塞性的肺气肿 所以如果我们得了肺气肿以后 我们要到专业的医生去看一下 看看它的原因是什么 看看它的程度是什么 然后咱们因病失智 这样的话才会得到最好的治疗 如果要肺气肿是老年性的肺气肿 那就跟肺的弹性回缩力 减退有关系 那这个没有特效药 但如果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引起的肺气肿 那我们治疗原发病 慢性阻塞性肺病就好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